当年的九月施购是泰祖亚的圣诞成出 今年新鸟的泰祖金在土家协来的业势很适合做 从中高文化与辉语的业务结合 在泰祖亚生的争厄办理一场政策的专业 没人当在盘窗座桃方来专出 这句就是太子宫为主 以香辉、以太子的一些 他的身上的武器做一些发展 把香辉加在桃土里面 做成平安府 现在在身上做成配件 那可以保佑平安这样子 那学员们有新的构想 就是用他自己的想法 一些吉祥的元素 妙的一些彩绘的图腾 发展在这次的作品里面 平安府或是盘子上面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次灿烂的主走 这回江祖市配合到 各地传统的适当心目结合 古板维基之后的江祖亚 邀请社会记录 新兴国事的孩子共同参户 你这段时间学完的心目 也在这次的展览不可以看到 小朋友在学习桃义 学公义的时候 他也可以认识一些在地的文化 然后去捏述在地的一些神明 那其实小朋友捏出来的东西也很可爱 虽然都是三太子 但是他们的神情面貌 都有不一样的呈现 然后让小朋友在捏桃的时候 也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些文化 然后知道我们的神明是一个很可爱的神明 然后知道他身上的配件 认识一些法器 认识传统的工艺 然后还有文化 七点人表示 这次的展览 不是有养业路车文化的作品 参加是幸福的平安湖 泰铸京高速的盆子顶顶 也还有小孩亲手做的泰铸亚的女儿 展览的期间到11月成功 欢迎向前多多高党参观 感谢您的新鸭彩虹报道